上百名粉絲聚集在高雄小港機場 入境門一開起聲尖叫 韓國頂流女神 宣美來了 穿黑色系背心蓬蓬裙 時隔一年半訪臺的宣美 面帶微笑點頭揮手致意 緊接著粉絲瘋狂大喊 歐膩 媽媽木成員滑沙也到場 展現十足親和力 停下腳步幫眾多粉絲簽名 一路簽了好久才離開 而超人氣女團 《Red Velvet》睽違五年來臺 引起一陣騷動 多名韓國女神降臨高雄 原來十三號週六在高雄巨蛋 有拼盤演唱會 巫族女神及歌手輪番演唱 集結二代到五代的K-pop藝人 接下來八月還有拼盤演唱會 也讓粉絲很期待 高雄打造演唱會之都 光是去年在世韻巨蛋 高劉博二等場館就舉辦 一百一十七場演唱會 帶動一百三十九萬人潮到高雄 產值超過四十五億元 國內外大咖通通聚集 今年截至七月上旬高雄 已經舉辦八十一場演唱會 帶動八十八萬人潮 預計下半年還有五十場 像是九月份火星人布魯諾 日團1OK Rock 還有韓團和英國接招合唱團 接續熱力開唱 預計今年演唱會突破一百五十場 超越去年 希望再帶動夜市商圈業績 TVBS新聞造好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報告 連夜市商圈道